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之外我们就等待在星期三稍晚时候来自于美联储主席耶伦新的讲话 现在美元的走势依然是蒙受抛压的缺乏向上的动力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还是在一个牛市轨道线当中 现在是保持在1.1730之上有可能会进一步的达到1.2050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则是在支撑线1.5070之上 依然有上涨的动力 但是暂时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盘整 未来可能会看到整个的比价上升到1.5660之后上升到1.5940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打破了之前一个上升的轨道线 现在还在一个三角区当中 未来渴望会看到这个比价进一步的下滑到116甚至113.40 在关注一下贵重金属交易方面依然是承压下滑的 黄金的价格还是在一个负面的轨道线当中 未来可能会进一步的下挫 那这样一个负面轨道线从2015年1月就开始形成了 未来可能会看到金价下滑到美阳四1073美元 甚至美阳四1040美元 而白云的价格也同样呈现熊市下探的态势 现在的压力线在美阳四15.67美元 除此之外50小时的均线也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压力的一个点位 那如果这样一股熊市态势不改变的话 我们可能会看到赢价下降到美阳四13.96美元 甚至美阳四13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欢迎继续锁定 由瑞德儿园期权为你带来的最新的时尚报道 欢迎继续锁定